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出了一份其实也挺有挑战性的Mock Paper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很高分 如果你看这条影片之前 未做过一份Mock 最好就去尝试做它 跟着稍后才看我们的提解 当然我当你如果真的做了的时候 你其实都希望得到更高分 尤其是如果你再做或者在家看这条影片的同学 基本上可能还有七个月的时间就去考DSE的考试 就算你是4,4,5也好 其实时间很有限的也不是很长时间 可能只剩下年纪 就算两年纪也好 如果你不及早装备 都未必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题解 inspire到你一点点东西 就是说究竟有什么方向 你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 好,大家手上应该有一份Mock Paper 里面其实就是一篇Passage 再加一些题目在手 你发觉了呢 其实在当中 Paper 1 当然我们今天特意出这一份 就是因为容易给你做 然后自己assess一下自己去到哪个level 比Paper 2 其实因为可能没有人帮你改 或者比如说要回去时间比较多些 或者listing多些 要回去时间比较多些的时候 我们就特意拿了这一份 但里面已经cover了很多不同的question types 做完之后继续分数 看看自己去到哪个level 记住 因为现在 其实我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你拿不到Lv4或以上 就真的有点危险 所以你不要只想拿Lv3就算数 去到公开市 你其实要记住打回7折 所以就算你拿Lv4打回7折 其实都可能就到这里 最好的目标是Lv5或以上 其实为什么这个Paper 1 很多人都会觉得难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question types实在非常多 你发现有些题型 多到有些时候 如果你真的数了这么多份 Paste paper Sample paper Practice paper 那些是超过三十多种的 question types 而这三十多种的时候 你一直做 你发现就是 你的脑子不断跳来跳去 因为有些比较上问及逻辑多些 有些题目是locating information 有些时候要做比较 有些时候要对语言 要掌握多些 所以其实难度是高的 不过如果你说 假设在七个月的时间 你就要去考DSE的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对某些题型掌握得多些 其实怎么也会有多些好处 我们就做了一点的统计 然后就发现了 譬如现在的PowerPoint当中 你会看到 这里通常有十种question types 我们是参考过去的 四份官方的 Paste paper Sample paper Practice paper 这些题型 只要你熟读的时候 是差很远的 当然譬如说 有些是深一点的 比如说 short questions,long questions summary close inferencing 等等的题目 我们也可以有些是简单一点的 比如说 true force not given 那些之类 当然希望每种都可以read得好些 我们希望可以 譬如说 透过今次这份 帮你多一点 OK 如果你看看一份Mark 今次这篇文 如果你在这里做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讲到关于 就是王维基那间 城市电信申请 这个电视的牌照 免费广播那边 因为你看到TV license 你都感觉到是 OK 再加上Ricky Wong 近日可以发生的一些新闻 其实应该都是讲王维基 他申请免费电视牌照 但是当然 申请了两年多都没有人理会他 所以 在这一刻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里当中 OK 其实有一件事 大家要预备DSE的时候 都要留心的 因为当然英文考试 不用想的 一定会考英文的 但是除了考英文之外 这样 大家对exam skills的掌单 甚至乎除了对exam skills的掌单之外 你要对 第一 就是本地发生的事 第二 全世界发生的事 你都要认识 因为他出的那个层面是挺阔的 譬如说他会出到有机会历史 有机会可能关于科技 文化 那些各种东西都有机会出到 上年譬如说2013年 冰马俑那些 你搞到是难的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主题不熟 其实考评局 根本现在就有一个趋势 就是考一些你不熟的东西 OK 等大家可能是没有那么ready OK 其实如果你做了差的几个原因 就是一是 就是说你对这个主题不熟 字不言 你也会对那些文字不熟 那么在这两个的情况之下 那么其实你应该平时都要看多些 相应的新闻 或者譬如说 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要和你go through 很多不同的一些 世界各地的一些 不同的时事的一些篇章 另一方面呢 考试技巧 那你也可以写一下 譬如说 今次这篇呢 如果你看到title 你不是很sure 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时候 那其实离不开两个方法 要是很多老师都教的 就是试试看看introduction和concretion 你又不用整篇问题 但是譬如看完头尾段的时候 略略都知道究竟关于什么 OK的 这一招都没错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再快点的时候呢 你记住 在英文里面呢 是有一样东西叫visual aids 抢眼字 你搜下去 你会看到这些字呢 是零射抢眼一点 譬如说 数字不用想 大阶字也是 所以如果你不想 每一只字都看完的时候 其实你出去 应该都看到有黄维基 再加上它是城市电讯 OK? City Telecom 甚至乎有PCCW iCable 甚至乎有TV ATV 你应该都知道主题的 而且确都是关于电视法牌的那样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 一个这么普通的背景的时候 你再去做 怎样都会好很多 OK? 如果今次这篇 你看到也有好几种 Question Types是出现了 OK? 但是譬如说 有些题目都是Long Question 或者Short Questions 那些为主 Long Questions 或者Short Questions 有些图片是很难的 是不是条条都差那么难呢? 有些时候未必 因为你发现了 如果在Short Questions 或Long Questions 都有好几款 OK? 譬如说 有些什么的题型 是会在Short Questions 或Long Questions 会再出呢? 我们general的说 就是说 这是长或短答的问题 但是如果细心看 接下来Past Paper 有七成 至十二八成以上的题目 都离不开 一就是Factual Questions 二就是Inference 这两类 以第一种一定是最容易的 因为Factual Questions 就是问及 叫你Locating Information 的那一项 就是说你的篇文章 你只要找得到 最相关的那句句子 然后你照抄 或者改一点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OK了 当然 如果第二类叫Inference 就刚刚一个相反 就不能抄的 就要你推论的 理解回来 那这一项 其实当然也很难 通常要你Explain 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用Inference 的那种 再除了这两大类之外 OK? 你也应该会看到 有四类其他Long Questions 或者Short Questions 会出到的东西 例如Language Based 的题目 问及 meaning 某个字的意思 那些 或者Rhetorical Skills 就是修辞的技巧 其实尤其是B2 会出得多些 尤其是Parents 那些更加多 譬如说 之前 在一三年出过simile 一二年是metaphor 分别是名语 暗语 甚至乎有irony irony就是讽刺的技巧 在practice paper 也会有 下次可能会有personification 疑人法 之类之类 这些修辞的技巧 其实我们都需要学 第二个就是 making comparisons 或者making a choice 有时候要你作出一些选择 甚至直接将某两个东西 来做比较 这个在DSE 我看到的趋势是越出越多 所以大家都要认识一下 譬如说 怎样来處理 譬如说一三年就直接问你了 有什么similarities 有什么differences 至于最大的那种 就是叫Do you agree? 就是有一些叫open-ended questions 他问你Do you agree 某些东西的时候 跟他回past paper 试过十次 起码都有七次 都是任由你回答yes 或no 都可以的 言之成你 按照一篇文章 你的了解 然后再回答 很明显以inference 是最难的了 我们的第一条都是 第一条的题目 其实是问你 Why does the writer mention gre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ssage? 第一段桑提及green 为何? 再加上explain your answer 很明显这些叫推论题 你说第一段是出现了很多green 对 因为如果你试试再看的时候 这个green 王维基很喜欢绿色的 在他的office那里 是有很多绿色的东西的 比如有tall green plants 也有objects in viridian 什么叫viridian 就是先绿色的 所以很多绿色的摆设在当中 but 重点来 你记住凡是做这个reading的时候 你看到有but 的话 but打后就一定是一些key ideas ok 是重点来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再看下去 but打后 未必一定要有but but family就可以了 however 所以譬如这一下的时候 but one green item the telecom's merit still can't get his hands on is the government's green light for his free-to-air television license application 他有一样绿色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 当你不懂telecom's merit 是为什么的时候 不要紧要 ok 但是他get不到 拿不到一个绿色的item 就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的green light 你不要跟我说 不懂什么是green light 只要你做过下这个 下评局的sample paper 他有一份是emc的题目 ok 他的title就是 give the green light to universal suffrage ok 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时候 就是说 什么叫give the green light 呢 針对普选这一样东西 是落实 通过 准许 ok 就是permit 简单来说 ok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 idioms 这些 idioms 你一定都要ready ok 所以说 原来是政府 有些绿色的灯 即是不通过 他现在拿不到 ok 得不到政府的通过 就是免费的电视牌照的申请 ok 申请了超过一千日都拿不到 好 所以如果这里这么说 他说 为什么不停提绿色呢 他当然 透过这个butt 也感觉到是做对比 他说他很喜欢绿色的东西 也有很多绿色的东西 可惜的是 有样绿色的东西 他是拿不到的 就是电视发牌了 所以你见到 我们的答案 也是这样来写到的 ok by mentioning green the number of times 看了多少次 the writer intends to create a striking contrast 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哪两种东西的对比呢 between 什么 什么 and 什么 between the things that Ricky Wong YK has or loves 他有的东西 或者他喜欢的东西 and the thing that he does not have ok 有样东西是拿不到的 就是什么呢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一些准许 那你如果可以的话 再甚至乎看完 其实这个是一个 rhetorical skill ok 就是用了metaphor 这一样东西 ok 所以原来所谓 giving the green light 就是等于giving permission 就是这样 ok 所以如果你说 对这些 idioms 是熟悉一点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更加好 那今天教了几个 idioms 你发表了 刚才我说 to give the green light to something 就是to allow her to permit something to begin ok 通常是一个project 或者一个plan 例如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green light to small class teaching 就是通过小班教学的 还有两个 idioms 都是关于green 额外的一体 ok 譬如说somebody is green with envy ok 就是个人很妒忌 其实如果你有听过一个 idioms 或者一个phrase 叫green eyes 那你就会感觉到 什么叫green with envy 我们中文经常说 我眼红 一个人 英文是眼绿 一个人很搞笑 ok somebody is green eyes 就是somebody is envious 如果下次你说 somebody has green fingers 就是等于 somebody has a green thumb 就是再等于 somebody is good at making plants grow 中植物很厉害 ok 所以如果你在这一刻的时候 设计多些 idioms 怎样都会有很多 ok 我的课堂里面 譬如说今年form 6 regular 我们照样的 ok 我最出名的其中一部分 就叫language enhancement 的部分 我们就会写一些文章给大家 我们就免得用学生一些泛文 ok 因为我们真的想密集式 用最短时间 但是想大家可以学到最多的东西 ok 我们已经齐齐了 譬如说词词 sender structure 词词 我们修集了 词词 譬如说 如何来到可以用得更好一些 ok 我们每一堂都会有很多不同类似的 词词之类 ok 等大家是可以 不单单只是词词 词词 或者collocations sender structure grammar 我们一次过对文章不同的主题更是熟悉 也可以制作多些语文上的东西 ok 如果这里也可以 我们试试�两个谈看第二条 第二条 就是一些我们如果看到refer to的时候 或者第四条都是 都是一些叫reference的题目 reference的题目 你发现了的就是说 在当中 就是好像刚才这一条 这一句里面 Telecom's Maverick 他问你指什么 先不要理会这个 但如果下次他问你 He 那个字指什么的时候 而假设我当第六行出现那个He 而He 其实真正所说的 就是Kenneth的话 按照计 怎么都应该是He 如果是第六行 Kenneth应该是第六行画之前的 对不对 正如都是说Kenneth 第二次再说他 你才会用He 所以永远向上看 当然有例外 不过九成半以上都是向上看的 OK 但如果你说 我连这个Telecom's Maverick 都不懂解释的时候 我想大家留心多一件事 我就是读句构的 我都希望令到大家 懂得如何来刷那些句子 OK 譬如说这里当中 你说one green light one green item 接着 The telecom's Maverick still can't get his hands on 接着 再is 其实这个散略了一件事 散略了一个字 就是that OK 散略了 换言之 其实这一部分 The telecom's Maverick still can't get his hands on 这一部分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relative clause relative clause 我们如果再仔细看 只是这一部分的时候 OK 那你发现了的就是 那就是一个subject 加verb 加object 的一个structure 而里面有个字 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his 那个字 这个应该都是回应 relative clause 里面的什么呢 如果你说his hands 应该这里面 应该找一个男人出来的 而男人其实就是这个 OK 也很合理 单数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 Kenneth still can't get his hands on something之类 这个his 应该都回应 如果这个是Kenneth 应该是对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人 如果这个是心魂的时候 然后向前看 应该都会找一个人出来 还要是男人 OK 如果这个你shore 很shore 是男人的时候 你向上看 其实不要说男还是女 只有一个人提过 就是王维基 OK 所以第二条 一定是王维基他本人 OK 好了 第四条 其实是问reference的题目 不过这个我们就不特别提到了 OK 可以自己再一个参考 OK 好 接着我就再想看第三条的题目 OK 第三条题目 他问回一些关于true,false,not given的题目 也不是很陌生 OK 其实true和false 和not given 就是完全是一个opposite 因为如果是not given 就是提也没有提过的 连篇文章提也没有提过 但是true或者false 就是篇文章有提过 怎么分true和false呢 就是看回 究竟是不是每一只字当中 其实都对了 若然如果有任何一只字是错了的 错的意思就是可能是矛盾 可能资料不准确 或者譬如说可能是刚刚相反的时候 假设 OK 我们就选false的 如果每只字真的完全 accurate 没有矛盾的 OK 我们才选true这个 而做的秘诀很简单 这些类型应该要全部杀 一定要适合 因为都不调深的这些题型 OK 我们就在这些句子 在这里先看 然后找一样东西叫visual aids 都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抢眼字 这个4.5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为什么应该都要找的 因为这些是抢眼字的数字 OK 好了 当你如果在这里数下去的时候 你真的要在这个第二字四段 然后paragraph 2 paragraph 2的时候 你看不到有任何4.5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但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5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它说more than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都应该合理 你就先锁定 看看是不是这一句 可以不是的 它可以先理 但这个又有search 这个也有business 这一句也真的有search 和business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应该这句 它只会有多大机会相关 OK 然后你要做的事就是字对字 只需要字对字 你看看究竟是否每一句句字都合适 每一句字都合适 OK 他 OK 这个是he OK 他决心了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卖了他20年的 经营了20年的 一个telecom business OK 就用了50亿来卖了出去的电讯公司的生意 OK 好 如果你再试下看 的确都是黄维基 它卖的了 OK 有超过4.5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这个都OK 好了 都是一门的生意来系的 但是只要细心看 你就知道不是television 他说telecoms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已经有一只字是不对 一只字是不对 我们就是false的了 OK 这就是information not accurate 不够准确 OK 所以这个是错 再者 逻辑上 他现在申请电视牌照 怎会卖到呢 你不看一篇文都知道 false的了 老实说 OK 有哲敬的 这样做的 好 B那句 Ricky wants Commerce are up in arms over his petition for more TV stations 就算有字 你不是很确定 怎样解释 譬如请愿 朋友 你不懂解释 就不要紧要 我们这些某程度上都是visual aids 除了数字 或者大家的字之外 只要是一些 technical terms 我们都可以留心 如果你说 我不知道哪些是technical terms 尤其是 如果一些面对着 深一点的字 都可以是一些 technical terms OK 所以如果你再看 在第三段的时候 petition Commerce 就分别这两句句子都有了 再加上 for more TV stations 是exactly一样的 OK 好了 这个就是 Commerce 也是 OK 有人不断看的时候 就说 超过200 industry 就是签了一个 请愿书 对吧 然后呢 而他的朋友 都是如何呢 是with him for the battle OK 什么叫with him 就是支持他 跟他同一阵线 但是 如果你这里 Ricky Wong的朋友 最主要都是这些朋友 不是他的industry 对于他请愿要多一点电视台 OK 这一样东西 什么叫up in arms over 又是edium up in arms over OK 代表着的就是说up in arms 就是这样 OK 即是代表着是愤怒 要跟他拼过 这样 所以 怒怒地 愤怒 抗议 反对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字 刚才说撑他 这里是刚刚相反的 又是相反了 即是有矛盾 即是false 就是这样 所以 如果你说做这些true force not given的题目的时候 都有些秘诀 比如我们有些visual aids 即是比如说数字propronounce 这些作为线索 就是technical terms 刚才我们说了 false的答案 总会是刚才我们都说 一是矛盾 一是相反 一是资料不够准确 其实 刚刚我们现在说的visual aids 或者technical terms 对于做第六条 我们的summary close的题目 都很大帮助 都是看这些visual aids的 OK 但是我们做的过程 你记住 一定要对pass of speech 也很熟悉 如果你掌握到pass of speech的摆位 是怎样的时候 那你就填每一格空格 你不会先错词性 有时可能大家 是那个字对的 但是就是转错了pass of speech 或者他可能本身 这篇passage 是真的用了nale 但是那个位置 可能要你将它变成verb 或者变成adjective 都不定的 所以这些大家都需要留心 OK 好anyway 譬如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看这些字 空格前后大概四五个字 那些零零射射的抢眼字 包括就是technical terms 你可以留心 这里有360个钟 OK 再加programs 再加producing 然后试一下在第七至第八段 你这里看的 其实应该很容易看得到 produce 有260个钟 又是104个钟 虽然没有360个钟 但是两个加起来 你都感觉到364 这个都似乎是 plans to produce 也都和aims at producing 都应该OK no matter than 有then你都感觉到 应该有adjective的机会很大 其实现在364 那就是不止360个钟 就是超过 就是more than more than 相反来说的时候 就是等于less than OK no less than OK 不少于360个钟 就是这样 OK 好了 接着再下来 这里有1100 还有next year OK 所以如果再看的时候 都是那些数字 这里加上1170 也都有next year 所以应该都是相关 好了 这里它说 is related to 就是is expected to 或者is planned to 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里都是加上verb 是对的 当你加上verb的时候 好了 一定超过 但是你不可以用over 不可以用preposition 是吧 OK 唯有是什么呢 超过 应该是exceed OK 这里考考你 you set 又是转D 同意词 这样出来 这些都是数字的考法 其实下一条都是关于数字的 它说这里当中 在六年 又有一个抢眼字 它说 由最初start with five channels 有五个抢 接着有一个 sext veld 即是六倍的dudu OK 好 那么在这里 你看到就是 在这里里面 有in six years OK 所以都应该是对的了 最初五个抢也OK 由六年之内 就是有30个抢 OK 所以由5 变造30 就是六倍的增长 这个位置 一定要填个neon下去 增长最简单的就是 increase 和rise OK 例如expansion之类的字都可以 这三条都是问回意思 尤其是关于数字的意思 数字都可以挺tricky的 至于下面那三条 基本上就考虑你 譬如send structures 巨购 或者collocations 要踏去的地方 譬如这里会看到有 什么press conferences different interviews 照应该都是说这一部分 press conferences radio interviews 它就出席了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 新闻的简报会 新闻的发布会 radio interviews 可惜这里是appeared in 这里没有in 所以你这么写appear是不可以的 出席还有另一个字就是attent 但就算你写attent也不行 这里考虑你一种sentence structure 叫做participate phrase 时间所限我没可能慢慢地教 但是这个位置 就算你写attent也不够 要attending 要出席 接着什么什么什么 接着才corma 真正的svo 是在后面出现的 所以用participate phrase 然后当你如果想走正面 用in也可以 它是appeared in 你只是写in 也是聪明一点的一个做法 好 接着再下 这一条应该是重灾区制 因为in a high profile 你会轻视这一条 因为a high profile figure 还不是塞一个figure figure是人物 所以它是一个很高姿态的人物 理论上如果塞一个figure 的确是个noun 但是有一个in在的时候 就是考虑你一个edium 是以一个高姿态的形式 或者态度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in a high profile manner 用manner 方式或者姿态的感觉 OK 好了 剩下这一条 其实很老实说 一来就是说 我们其实有颜色问一下你 你都猜到他拿不到的牌 就一定会矩的了 那为什么要开了寄招的那些呢 就是因为他想表达 对 在这里保持住 申请了一千日 不断delay这件事的不满 或者失望 其实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 或disappointment with something 就算你看完篇文都找不到的 一来 二来的就是 其实你只要对collocations 有多些认识 你都知道这一个 那原文其实是challenging的 OK 就算这些字 你都对了也好 都是找不到出来 就算你写challenge 也不可能 这个就是对edium的掌握 OK 这个powerpoint里 都show多几个给大家 OK 刚才是no less than 就是等于more than 其实很多时候 反过来说 There are a lot of reasons 你都可以写一整 There is no lack of reasons no shortage of reasons 也都可以 刚才也有twofold 那字 六fold 所以大家提 如果twofold 即是两倍增长 There is a twofold increase in complaints twofold 甚至乎还有另一个意思 可以解释 两方面 the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are twofold OK twofold 两方面 这个project的benefits 是有两方面的 刚才是high profile figure OK in就是high profile manner OK 好 假如这里可以 甚至乎 我们也试试留心 就是说 以后做summary close 都要留心的 又是 抢眼字 technical terms 小心些puzzle speech grammar collocations 之类之类的 OK 如果这里可以 就顺带一提 在这个第五条题目 OK 第五条的题目 好 第五条这里 也会有 就是这个 经常都问的 在编文里 请我找一些字 但是小心 就是他现在在问你的 就是opposite in meaning 是相反意思 所以你不要搞错 OK 那我们做的时候 就一定要分一些词性 比如说 spacious Ous light 但记住一件事 当我们做的时候 spacious 你应该都知道 很空抗 很宽阔的地方 OK 那来自space 那字而已 所以这个 描述的时候 就是关于空间 light 就是轻还是重 通常都是描述一些物件 OK 所以 如果你记住 adjective 用来描述些noun的时候 当然 如果第一段的时候 我 highlight 1,2,3,4,5,6 6个 adjectives 但是如果你说 真的要说 是spacious 那一刻 那是关于空间市的时候 其实plant shade object television license 这些全部都跟空间没有关系 只有building 和office 比进才是有关系 但是industrial 为什么都不是 所以就是modest OK 那我们可以这样做 其实应该是描述的 light hand hand 也应该描述物件 所以这两个一定不是的 OK 但是如果你说拖 也肯定不是关于 hand 还是重 所以只有一些chunky 这个字 有些时候 应该都很容易 你找得出来 你分到一些磁性 其实真的差很远 OK 如果这里可以 最后可以提醒大家 其实在DSE 大家都知道 合格率 现在是很低的 OK 如果你再看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发现了 就是说在这个 拿这个的合格 OK 就是level 3 或以上 你发现了 只有48.5% 超过一半的课 都落level 2 甚至以下 当然希望大家 不会做 落level 2或以下 但是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就逼自己 在level 4或以上 原因是 今年实在太多学生 以为落level 3 已经救星大学 我问了很多学生 他本身升到大学 接着我问他 同班里面的同学 有没有同学 是level 3 然后可以升到大学 那一定有的 但是占少数 10个 都可能只有1个 最过1个 可能是其他科要很厉害的 你才可以升到上去 所以 简单来说 如果你拿不到level 4 其实就有点危 OK 其实有数据 只有四分之一 左右的人 才升到大学 如果你再看个数据 拿level 4或以上 只有这个 24.6% 刚刚好 四分之一 亦都很合理的 这个数字 OK 希望大家 在英文这一科 其实我常常 都叫做打大佬 这一科 如果当是打机的话 你要打低的人 不是一半 很多人以为 打低一半就算数 其实是 四个人 你要打败三个人 你要做四个 正如生还那个 希望大家 今天看完这条片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 令到大家知道 原来是有很多 题人会考到 但是也有策略来处理 亦都希望大家 有多些方法 亦都有多些策略 有多些技巧 有多些生智 有多些对不同的话题 熟悉的时候 全方位 你如果要拿这个 五或以上的 其实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希望大家用心 亦都希望 看到大家可以顺利 升到大学 今天这个题解到此为止